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言理開始 我们首先由花莲县政府知智行政科科长简佑均科长先就位 接收人 龚文俊镇长请就位 宜交人 秘书 张秀聪请就位 交接应性 好 我们龚镇长 张秀聪 以及我们御礼镇的所有的代表 领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同步大家 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代表花莲县政府 参加我们龚文俊龚镇长的一个 负责的一个交接 一个严厉 我相信龚镇在我们龚镇长的代理下 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代表 这么多的里长 这么多的同步 一起会支持我们龚镇长 让我们龚镇的政务一定会更昌隆 更好 我们恭喜龚镇长 也祝福所有的旅婚的贵宾 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谢谢大家 请各位里长 彭牧 还有所有的贵宾们 大家好 好 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政长今天回任 我想执法的判决 总理帮我们政长清白公道 也是我们证明 非常期待高兴的事情 那政长因为他非常习实 非常很有爱心 所以能够让政长能够 平安地度过这一次的司法诉讼 那我想其实虽然政长的临旨期间 其实他非常关心我们育理症的一些政务 都亲自出马 那天客家副主委来瑞税 我们政长都亲自拿计划书 亲自跟我们的副主委 能够争取经费 也找很多朋友 我们玉林所提的计划 能够支持我 相信未来玉林的荣景 在政长的主政之下 因为越来越好 政长上任以来 接任前任留下来的案子 公文有1200多件未解案 那工程巴拉小小有300多件 那有几件都是厂商去跟我们 去法院提告 还有工程有就是中途解约的 还有办就立结算的 这些我们一一的都克服 工程案件来说 其实我也很感谢我们建设客的同仁 能够配合 让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 那我们除了清理就案以外 我们也是还要整理 承接一些先政府合定下来的 一些案子 所以其实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停顿 谢谢我们副主席 各位代表 各位里长 各位头目 以及我们公所同仁的支持跟鼓励 让我们的政务也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最后再次恭喜我们这两个人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这么多的长官贵宾 我就不再一一介绍 那首先非常感谢 其实是这一次 因为我这一次的悬挤案件 被刑事民事都一起提到 那民事刑事一审也都把我判有罪 尤其刑事判重罪 如果以案例是全国的案例 可以讲前五古人后会不会有来者我不知道 但是非常的奇怪 但是到最后说 送那个脚受伤的猪跟两个猪头是专事会险之处 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案例 但是事实上我想在做的很多可能都抓过 董文静送的那个脚受上的主 过去我前一阵同联谊会瑞税的同联谊会 那时候来护法我们是送什么 猪头 那是上一阵那时候护法 因为陈青光陈乡长也是我们合作社的股东 怎么会变成选举的时候就变成是危险之处 专事危险之处 很奇怪 但是我想这一场的官司坦白讲 对董文静似乎像一场霸凌 为什么要这么说 选举的过程 选举的时间投票是111年11月26号 但是从二月份就开始鉴定了 三月31号我的小女儿跟女婿在新加坡 我请她们回来来做农产品的创意 她们的开幕 去参与的四五十位那些自公团的妈妈 买了水饺 买了水饺 走了到一两百公尺 就被人家拦路受伸 到后来她们一讲不知道是谁 结果车子是某单位借出去的 她们竟然讲那个车子是她们的 但是不知道谁开出去的 是公家单位的 管控是这么多薄弱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选三次政宅 第一次选政宅 用农会过去的旧案欢箱讨家 报告二十七件刑事案件 那么也没有像这一次 但是如果说送那个因子出资 我也配合因为十一月一号 一百一十一年的十一月一号 那么来调查站来收 那么我们也配合去也没有任何方法 怎么会问到下午四点半 待会跟我上手靠脚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 但是从调查过程中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律师抽丝勃剪 把监听的八个多页的录音档全部调出来 然后逐字逐字的听 然后逐字逐字的谢 然后跟她起诉许判结书 整个做对照她才讲移花接入 这个案子才有这么大的逆转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 这一场的官司对我个人是霸凌 对我家人是让他们产生恐惧跟压力 我最痛苦的是 我停止那一段期间 我只要出门 早上起来要出门 我八十多岁的妈妈就会问我 文准 你要去上班啊 我停止她问我说 你要去上班啊 这是我心里非常的痛 我叶母铁路级退休 平常都穿着飘飘亮的出门 为了这样说 她连一些妇女会的活动都不敢去 好像我做了什么大坏事 她不是对我家里人灵念 但是 直到 这一次判结出来 我妈妈突然跟我讲 文准 我要办一宗租室 要拜阿公阿嬷 我说是怎样 她是你没事了 原来她过去是清醒的 她一直在压抑自己 我感谢二审的法官 能够民进高显 任势用法 大公武士 让两个大将认为说 那就不太可能 因为一审判到五年徒刑 六年止不空前 意图想要让我跟林辰官 林辰官跟我说 老大 那个刘庆和要两个猪头 这样也被判三年六个月 此夺空前四年 很奇怪 然后要我们做认罪协商 但是我非常感谢陈官今天没来 那么很坚持的 我没换错 为什么要任务协商 所以我非常感谢二审的法官 不管是民事习治 非常有作为 能够认识用法很正确 让我们还我们公道 当然 这个过程中也有人在讲 那个法官还在三审上述 我想所有的判决非常的清楚 反之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证据 可以去反驳 但是二审的时候法官说 够了你们那些资料够了 我们都有证证票够了 如果再翻下去 我不晓得是谁要丢脸 但是我会跟各位报告这些是什么 你们心目中的巴比巴拉 你们心目中的孔文俊 没有那么卧促 没有那么差 我们经常讲 一个人走得快 疫情人走得远 那么 疫情走得快的这一个团队 必须要怎么样 如果是养必须要领头养 如果是养必须要领头养 要见头养 要见头养 要飞得远 要飞得久 这一些领头的一定会受伤 我非常认同 我因为走在前头 各位给我集合走在前头 我的受伤 我应该承担 但是 我希望 那一些有心人士 不要再迫害疫力的团结 不要再 已知疫力的进步 不要再伤害 疫力该要的权力 这一些是我最深的盼望 所以坦白说 我要出门今天 我故意三天不跟我太太说话 原因是什么 她都跟我讲 你不要再讲太重 人家讲你就好 但是我说 如果要稀微 我说 最怕的是什么 盲从跟误导 当然 大家每次选题都会讲 我请听 我请听 但是大家都会听到 请听之后 选题的时候 请听 但是上任之后 变成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 或者 变成盲从 你们选择的 到底是要一个 能够开破 能够破壞 我们整个疫情 还是要 你要找一个 什么样 傀儡 我相信 认识我的人 都很清楚 拜托我的事 只要是对的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自己做不到 我会去找外面的事业来帮忙 甚至于 我担任政场 前一届四年 这一次 到现在 薪水没有拿回家过 甚至于有些时候都还开玩笑 说我要偷卖出 偷卖出才有钱花 但是 我太太没有管那么多言 但是问题是做什么 我都把自己的受伤 自己的付出淡化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 我们的公所团队 既然 我又回来了 所以刚才 在这个会议之前 我有跟我的同仁先讲 因为为什么 厅职的这个过程中 非常非常幸运 我没有后悔说 这个 八个多月的厅职 从8月3号到现在 因为为什么 有一些 该要浮出来都浮出来 该要 有那种在阳光明明 该要跑的跑 所以 所以 我在这边要讲 留下来的 我们共同努力 有一句话 身在公门 好休息 那么 民众的 取托 做得到的 如果 会促缓 当然 我相信 不要讲龚文俊 我们 代理政长 张秘书 代理的这十个业 有叫哪一个同仁做违法的事吗 但是刚才讲到说他都不做事 请问一下 违法的事你要叫他做吗 如果他能够盖章 请问前面的代理政长 前面的蔡政长 为什么不干 你要叫他怎么干 议算没有编列 你社团要来跟药金卫 他要哪边拿 他又没有像我有足可以托卖 这不是很奇怪 还有人告诉我 那是谁意用的 谁意用的 国际会建设 谁意用的 没有筹罚 谁意用的 我们经常会讲 有法行法 没有法行案例 这个是怎么样 你要让公务人员能够安心 盖下这个帐 这是我们应该去沟通的 但是问题是 过去 大家自己可以好好冷静去实际 从蔡政长 不谈 姜代理政长 我很欣赏欣佩 他一定是 我们最近虹桥的事件 也有同仁现在怎么样 到现在才被在跌谈 但是 那是109年的案子 当时换的那个他讲的 如果你以低换高 不增加金费 不计较 那就没有问题 江政长讲这个是 对的 虽然我的案子是他儿子办的 但是我要讲 他讲这个是 对的 但是 但是 我们这样的案子 我们这样的案子 就是从 张政长刚刚来讲 公文为什么 单居一个建设客 他刚刚来讲的客气 是只有我们八个客 三个四十一个主板单位 一个建设客 公文一起去就一千两百多件 我接任的时候 到现在没有了 剩不到三分之一 这一年多来 新的案子 工程案子 大大小小 你也该要付给人家没有付 为什么 不敢盖账 不敢盖账 那为什么会这样 程序没有完备 但是我们上任之后都在做什么 完良古老 然后再补救过去 但是 有一些厂商 我在这边也要呼应 你执行的过程中 自己 有没有理亏 有没有做不对的地方 你自己心里非常有数 那么 同仁该跟你扣款 然后能够支付 如果 那么 对你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今天我们不作为 那就干脆都不要 那是前逃的事 是他们的事 这样就好了嘛 我想赵麒文赵理长也拼拼点头 自己很清楚 建国路 志强路 那一条路 打通 的事情 我想我们不是破例 是因为我过去的成长历程中 经过农会那27件的刑事案件的洗礼 坦白讲 当时因为在农会是人民网 当到行政单位的话 就是行事网 就是已经是行政单位是行事了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会特别的小心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是从 产业界过来 但是很多人都误解说 我是企业界是大老板 错了 我是把自己 农业的经营概念 如何转变变企业的一些成功案例 想要赶快拓展 能够撒豆成冰 让一里正能够增加更多的竞争力 能够让每一个产业点连成线 现连成面 让一里能够花光花样 我们希望投入的每一个都有歇股之痛 你是员工 但是你也是投资者 如果你乱做 老板乱做 你是股东 你也不会同意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希望 企业界成功的概念 能够引到我们这个行政单位来 但是行政单位有些时候真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 除了要谢谢各位 那待会因为为什么 我们现在文俊这一任的任期 只剩两年半 两年半 那么两年半要做超四年的工作 在这边要拜托各位 所以待会会把里长跟同盟留下来 因为为什么 一里正的土地面积是新城乡的9.7倍 我们的议算只有人家的一半 那么前一号我们要如何执行 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面积 如果没有里长没有同盟们一起来努力 没有代表会的支持 议算的支持 坦白讲 我们根本推不动 会抓紧见走 会自然难解 那么不小心就会去处罚 我相信各位 不希望我这样才会 不希望我这样才会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谢谢各位 我想今天 因为30号 其实30号 4点 一花步 我们4点01分 就把我们的电子公文就传到宪政 因为117条 刑事法 先判 先告 那个法官信告 即刻 就是怎么样 就是上任 那么也谢谢 当然程序上 这个交接动作一定要交接 因为为什么 本义 县府已经同意我 未来这个新闻出去的 政长叫东文俊 我今天讲这个 或许又得罪了 但是我认为 既然这一次 我经过那么大的好奇 既然 能够让我一火重生 我就是希望 对于义政的这一份感情 我希望把它做好 往对的事情来做 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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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